欢迎收看本节目 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29日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 陈道明和葛优作为嘉宾上台演讲 引发网友热议 陈道明提到了当前的电影市场 十分坦然地表示希望导演不要只顾着拍年轻人 也可以多找找自己 这番话引得台下的电影人会心一笑 很多上了年纪的演员都在默默点头肯定 看来老戏谷也缺好机会 需要球戏拍 葛优在旁边也附和着陈道明的话 甚至表示自己演什么都行 现在老了可以演老了的戏份 两位老戏谷都是已经年过花甲的岁数 可是他们却依旧对演艺事业充满热情 甚至公开喊话导演球戏实在是令人钦佩 网友看了陈道明和葛优的互动 有人表示非常期待老戏谷可以多拍戏 希望导演多找这样的好演员 有的网友表示葛优非常幽默 葛大叶还是葛大叶 喜剧效果十足 还有网友调侃陈道明的发言 是在暗示导演演技才是王道 之前海青在其他电影节上 也同样代表中年女演员 喊话导演球戏拍 他直言自己脚踏实地拍戏 片酬也不高 没有棒大款 希望导演可以多考虑自己 其实海青有着国民媳妇之称 拍了很多家庭剧 深受观众喜爱 可是现在连他都很难接戏 可见中年女星的瓶颈有多严重 影视作品应该为观众和市场服务 希望更多导演能看到群众的呼声 多启用这些有演技的实力派 拍出真正的好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